随着疫情措施全面升级为三级警戒后 花莲县各处景点也都宣布暂时封闭 禁止游客进入 但还是有民众无视警告擅自闯入 遭到警方取缔 还请相关单位来裁罚 随着防疫措施全面提升为三级警戒后 花莲县各处景点也都宣布暂时封闭 禁止游客进入 但却还是有民众会无视警告擅自闯入 一对来自新北市的男女 悠悠哉哉的从翡翠谷管制区域走了出来 当场被警方取缔 而在三战溪也出现了同样情况 户外活动全部都以利己消 有村民发现在吃人土地上被停了外地车辆 怀疑是有人不遵守禁令跑到三战溪游玩 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才确认有两位民众走进了黄金峡谷 由于当时天色已暗 并有雨势 基于安全性考量 则于隔日再行前往 最后在29日下午三十曲 经村长发现有民众在三战溪蓄水 立即通知本所经本所同仁到场后 依公告禁止事项查处 含请相关单位裁罚 新城警分局也呼吁民众 目前疫情严峻 请依照防疫规定避免不必要的移动活动或聚会 并配合防疫规定切勿以身试法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记者综合报导